2017年11月27日上午,由武汉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主办,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承办的。 东方水城大美武汉图片展在悉尼市政厅举行,近300位各界代表出席,到场的嘉宾有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副总领事同学军,武汉市政府高级顾问李树勇女士,悉尼市政厅郭耀文议员,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艺术部前任部长,新州Stressville市前任市长,澳洲儿童慈善基金会主席Vagina Judge, 瑞士政府议员周硕,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霜参赞,澳大利亚湖北联谊会会长,邝远平,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产业协会会长,杨志伟等。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副总领事同学军做了精彩的致辞,来宾通过武汉城市形象宣传片《武汉Different Everyday》, 视听领略了自古以来尊称九省通渠的武汉大都市日新月异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共设六个主题单元,组成了一幅幅江湖相伴,成水相依,社会和谐的蓄力画卷,充分表达武汉人民对美好城市生活的追求,展现武汉的发展优势和潜力, 体现武汉打造国际知名宜居城市和世界亮点城市的决心。 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展览促进武汉设计之都与悉尼电影之都两个国际友好城市的交流合作,增进彼此了解。 众多中澳嘉宾朋友汇聚在此,这既是一次成功的展览,也是一次国际文化交流的盛会。 当前,武汉正以打造冰水生态绿城为目标,以长江为城市主轴。 建设世界级城市中轴文明景观带,规划建设长江新城。 作为新加入世界设计之都的城市,我们期望以此次展览交流为契机, 积极推动武汉与悉尼在城市规划、工程设计、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丰富人文交流内涵,增进友谊,凝聚共识。 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 澳大利亚天河电视台记者现场报道。